感性看球理性聊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女排备战奥运会的一些近况 众所周知在结束在意大利呢 为期一个月的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征程之后呢 中国女排的队员在总教练郎平的带领下 目前已经是正式抵达宁波北伦体育训练基地 全力去备战7月下旬开始的一个东京奥运会 大家也知道和往年不同的是 其实呢今年四联赛是由郎平带队 国家队的主力全部参赛 那么往年四联赛呢 其实都是郎导呢 派这些二队去参加 一个是达到练兵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去观察对手 众所周知 那么今年的郎平市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就会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一个职位 所以他显然也是想打好这个收官之战 所以呢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因此今年四联赛是郎平带主力穿赛 可见意图也非常的明显 那就是要彻底摸清这个奥运会对手的一些实力 那么如今的各大主力的状态都提升的相当的不错 包括朱婷啊张长宁和李盈盈啊 等等一些主攻手都表现的非常的好 那么对郎平来说 其实如今奥运会呢即将到来呢 心里面也可以安息很多 而在最近 那么朱婷和李盈盈呢 又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么对郎平和中国女排而言呢 无疑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那么世界女排联赛结束之后 国际排联呢 是官方发文了为中国女排点赞 特意点名胜赞了朱婷 表扬中国队长的一个用了12个字啊 说朱婷呢让排球看起来如此的轻松 这样的一个胜赞呢可以说是并不多见 足以证明了朱婷在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而对林盈那么国际排联官网呢 也撰文为他点赞 他认为李盈盈将会是朱婷在中国女排的一个接班人 并且是胜赞李盈盈呢未来能够让排球运动变得更加有激情 很明显 那尤金这两个人呢 肯定是其实啊 对于这个中国女排而言呢 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 而这个国际排联两个肯定呢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士气提振的一个契机 那么其实对于朱婷来说 当下有伤病呢 其实也非常需要一个肯定 那么国际排联呢 为他点赞其实也是来得非常的及时的 之前呢 其实还大家还担心啊 李盈盈年轻会因此而骄傲 不过从他最近的一个采访当中 其实看到他的一个谦虚 李盈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朱婷呢 是我们的队长 我们非常尊敬他 所以我一直呢 和他在一起 一同全力以赴 为我们的团队努力 而就我个人来言呢 其实我想努力去提升自己的一个防守 尤其是蓝网技术 所以李盈盈其实一直啊 都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根本不会因此而骄傲致马 那么因此呢 目前中共女排其实整体状态都是非常好 那么心态呢 也很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呢 他们可以继续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那么争取啊 在这个奥运会实现未免 为国争光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